資金沒有出落 我們過去這一年經常講一個投資主題 最主要是為甚麼資金不斷去追逐個別股份上 原因就是市場有個實際負利率等 要找資金出落 即其實你怎樣都是要投資的 你買下這些穩陣的股份 息率又有4、5厘左右 這樣就有個防守息 2021年它都在爬贏指數 真是爬贏指數 會不會突然間轉變2022年有機會跑數啊 有的 但一定有些重大的消息出來了 不用怕的 即是你消息未改變的情況下 資金就繼續追這些板塊 那奈何就是上個星期四 星期五就是轉捷點就是這些位置 追了這些基建股 升了很多常力 跟水泥股一樣 這些位置衝進去 直播率不會很高 但如果你要做一些中線部署 我覺得買基建股好過水泥股 始終說水泥股和房地產太息息相關 房地產不是說股份表現 是說動工數字 合約銷售上面一旦轉差 那些人又會再擔心水泥股 所以這些位置你要追 我覺得390這些 如果有機會4.3可以試試上車的 那用4元做紙泥 看4.6至4.7甚至5元這些水泥 都算是有直播率的